25岁的小鱼有个很宠爱她的丈夫 但是这一年丈夫对她的态度 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变 现在我老公完全不跟我沟通 连正那句话怎么说来的 丈夫变了这是谁造成的呢 小鱼思来想去认定这是家里的一把手干涉夫妻内政了 小鱼今天来到金牌调节 要和家中的一把手当面对峙 对于儿媳的想法 身为婆婆的邹女士表示很费解 那我没有办法 我只要跟她来了 讲讲道理啊 评评你啊 婆婆坦言借此次调解她也想倒倒苦水 在家里还真说不清谁是一把手 调解现场 婆媳争吵不休 而当小鱼丈夫小赵的电话被拨通时 矛盾更是层层升级 你对我来的什么态度啊 还要不要过啊 你那意思就是我不想好好过吗 自己想一想 你对两个孩子负了多少责任 还说我儿子不对 看你们跟我评评这个理 婆婆儿子儿媳 到底谁是战利尔的一方 曾经恩爱的小夫妻形同路人 真的是婆婆从中挑拨吗 调解马上开始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所有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是婆媳二人 婆婆邹女士 而且我们称呼小鱼 首先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 各自有什么样的诉求 我想我老公能跟我一条心 就是跟我家伙他们尽量分开过 跟我一起搬出去 过我们的小家庭 你所说这个分开住 是指怎么个分开的方法 就是租房子 分开个两三百米都好 你认为是你跟婆婆的矛盾 有影响到你们的夫妻关系 是的 以前的话 我打电话 她几乎每次都接 小孩生病 只要接到我的电话 她就会放下工作 跟我一起去上医院 现在的话 她不接电话 还玩失踪 对我的情绪 有一丁点的不笼了 然后甚至叫我滚了 跟我老公 已经走到离婚的边缘了 婆婆这边 周女士的诉求是什么 我也希望她们好好过日子 但今天她把诉求放在 不要搬出去这个点上 婆婆能理解吗 我能理解她 毕竟是年轻人嘛 她们搬出去 我也没有意见的 我老公不同意搬出去 她比较听我婆婆的 我跟她说了 她搬到哪里去 你就跟她搬到哪里去 她有没有出生 有没有说要搬 有没有说不搬 没想到 一提到分开 婆婆也很赞成 她告诉我们 儿媳不愿跟老人住 其实她这个老人 也未必就想跟儿媳住在一起 在生活里 她们婆媳之间 总是时不时地 闪起摩擦的火花 仿佛一对天敌 我跟她带孩子嘛 那天她上午打电话跟我说 她说她下午要回来 但是她没有跟我说 下午要带小孩去游泳 光是说下午要回来 后来我就四点半去接小孩嘛 刚刚接出来 她就打电话来 很凶的她说 我跟你说了 你下午要回来 还没接回来 后来我就电话挂了 刚走那个红的灯 她又打电话来 你什么不得了啊 我每天在家里 辛辛苦苦地带孩子 她回来还这样子 我心里有多难受 我又没做错什么是吧 那次其实是我第一次 大声对她说话 一直以来都是她大声对我说话 那次为什么呢 那一次我一打电话 她刚开始是 在那里接了电话 在那里骂小孩吧 然后我就听成骂我了 我就心里很骂我 然后我再打过去 接通了她才挂的 不是直接挂了 是接通了才挂 就又引起一个误会 所以我在电话里就说了 然后她一回来 听到我第二个电话 不是说了她吗 她一回来就叫到我 说你骂我干嘛 我哪里做错了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她骂我 不是我骂她 我周围一个长辈 我骂你一句也不违规 但是你是个晚辈 你就应该随便骂我 不是不是随便骂 每次回来就是闹到我 孩子没跟他带好啊 但是我没有这样不尊重她的抱怨 只是小声地说一下 你这是不对的 然后好好的沟通 然后她就不爽就跟我吼起来 你把你好好的跟我说呀 你那次回来到那个门口 你就在那里说 我没问一下 盖片你都过了多久都没给我喂 他就是老师来那个 什么盖片啦 他从来没给我小孩 卖那一点点事情 老师就说我每次吵架 他就翻出来这样 不吵不吵 一直以来的 孩子都是你这边在照顾吗 是啊 一直以来都是我照顾 大的那个又睡一半多一点 小的那个四十多天 他说他要去找工作 我又跟他带小孩 我上班上十二个小时的 我差不多上了一年了 之前呢 之前上八个钟的 也是上班倒 也不规定时间 意思就是你并没有太多的时间 和精力来照顾孩子 而且我小孩一直都吃奶粉 他很少添加朴实的 都是自己吃什么顺便喂一两口 没有说特意给小孩 整个鸡蛋啊 滚点生菜粥啊这样子 都是自己吃什么就喂什么的 我就在我老公面前说了一下 我老公又对我很不满 他就说我没有跟他熬粥啊 什么东西的 他带得好 大的那个他带了一睡多吗 每天就放便面拿饼啊 麻辣啊什么拿去吃 你自己想一想 我跟你带小孩 我两个小孩感冒了多少 你自己带小孩 每个月都要感冒 又吃一千多块 都是我们出的 就是钱 所以是因为你不能够体谅啊 理解老人 还是因为的确他做得太糟糕 我就觉得他做得太糟糕 我老公怕在中间 也不起调节作用 所以我一直想分开 从争吵的细节中 我们发现 婆婆一直帮小两口带着孩子 这是多少身为上班族的年轻人 所乐于见到的 为什么小鱼 还一心想着要分开呢 小鱼说 她首先有一个很不服气的事 那就是婆婆偏心 她以前她女儿的儿子在这边待 她都有给她外甥开小照的 到了我儿子这里 她就没给我儿子开小照 我什么时候跟我外甥开过小照 我那时候我忙 每天忙得要死 我还跟我外甥开小照 我跟我女儿带了班学期外甥 是怎么的 我女性 因为不在了 孩子多大的时候不在了 两岁 她在浙江嘛 她送那个孩子过来是怎么的 她就是去找了一份工 还有有时候要去出差 她就是没有时间照顾小孩 她就打电话跟我 然后我还是跟他们说了 他们说可以啊 带过来啊 刚开始带过来的时候 我有那句说那句 她还是蛮细心 还是蛮尊重我的外甥的 还是去接啊 送啊 后来就不高兴了 第二年 女儿就把那个工都吃了 把那个孩子带过去了 照顾也是那一个阶段的 对 为什么她会觉得你是偏心的 她就是不高兴 我拿了五万块钱 跟我女儿买车呀 但是买车是她们先买 然后我女儿后买 我拿了六万块钱 跟她买车 我女儿啊 我拿了五万块钱 跟她买车 我老公叫了两三次 她才给钱 她女儿随便叫一下 她就把钱打过去 她女儿买车了 我老公跟我说 你天天说我妈妈 这不是那不是 她肯定不给钱啊 说你老公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对你有意见 对 应该是我婆婆 在我老公面前说了我不好吧 然后我老公后来就从来都没有半点想宠着我的感觉了 你要这么说我也没有办法 你认为我在那里 我儿子回来跟我说的 你自己想想你的脾气是什么样 你拿钱就拿钱嘛 为什么赵王冲为你两三道你才拿 而且你应该在她面前说了我什么 她是给了 但是叫了好几次 婆婆这边是不是太冤枉了 又出了钱 结果还没落着好 对啊 我去年跟他们买了房 我还挣了几万块钱账 我不要他们还我们自己还 这个事情上他们对你们是感谢的还是 抱怨了 她认为我买的房跟我女儿买的 我也不知道她给谁买的 现在的名字是他们的 住着是她女儿住着的 也可能是给我们买的 要是哪一天生气了 她也可能过到她女儿名下是吧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我绝对不得跟我女儿 女儿也不会让我的 你知不知道啊 女儿住 因为她的孩子在县城读书嘛 反正我们房子都是空着 她要在县城照顾 要找私住 她去住房 反正空着 她在那里住又关什么事呢 不应该吗 有个帮忙带小孩 还帮忙买车买房的婆婆 对很多人来说应该是个福分 可小鱼却不关心这个 她关心的仍然是丈夫的冷漠 她认为婆婆做到再多 如果离见了他们夫妻 就是个糟糕的婆婆 可邹女士却认为 小两口如今过得不好 跟她这个做婆婆的 没有半毛钱关系 一切问题都出在儿媳妇身上 针对这一点 我们现场拨通了 邹女士女儿的电话 在她看来 弟媳妇和妈妈 到底谁做得过分呢 弟弟弟媳 这一直以来跟父母住在一起 你知道他们相处的状况 是什么样的吗 是因为很小很小的 是很多人吵的 有时候一句话 也能吵起来了 说实话 我对他印象不是很好 因为我觉得他的为人主事 说话这些 只顾他自己的想法 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 然后说到妈妈偏心这一点 你有听闻吗 我妈妈也没有说偏向谁 对我和我 对我弟弟都是一样的 因为刚开始他说 他带小孩这么多钱 然后让我妈妈给他带 我妈妈也给他带 然后还是说他这么多钱 而且他去上班了以后 都很想回来看小孩 小孩都不怎么管 就我爸妈 然后我弟弟 但我感觉 他不是说 一定要为这个家付出多少 至少我觉得 作为一个妻子 作为一个母亲 应该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吧 今天他提出来 希望跟你弟弟 单独搬出去住 你的建议是搬还是不搬呢 国际关系 本来就做得好的 很少的 关键是他和我弟弟 两个人都协调不好 让我妈在中间 当这个传话筒 我觉得我爸妈 是为他们减轻负担 让他们轻松一点 最后反而 最后还是我爸妈不对了 还是分开 我们实在过不走 要我问他借钱 那也可以啊 我觉得两口子 什么才叫两口子 你们俩自己都学方不俩 我说实话 因为你们两个人 我爸妈也吵了很多架 我爸妈也在中间 也很受气 又没有想过他们的感受 爸爸妈妈付出了很多 反而他们不理解 我妈妈给我打电话 出了很多次 我都不知道 出了多少次了 好 我们先通话到这儿 好 大姑子透露了 两个关键的信息 一 婆媳关系确实不好 二 弟弟弟媳也有矛盾 跟母亲没有关系 可小鱼依然认定 正是因为婆媳关系不好 所以丈夫对她冷落 我老公从小到大 就很怕她妈妈的 对啊 在她面前一直都是乖儿子 所以她一直站在她妈妈那边 对此 婆婆邹女士大呼冤枉 她跟我两个产 我也没跟我儿子说 是他们两个的性格不符 邹女士告诉我们 平常生活里的小鱼 可没有今天这般 受气小媳妇的样子 她发起脾气来 也是很吓人的 比如说前年嘛 回家过年嘛 在路上嘛 小孩不是买了那个歪歪嘛 就吃完了嘛 他就说叫我儿子买 但是我们走的地方 没有卖 他就偏要买 就跟我儿子两个吵 怀着八个月的生育 跟你们回去过年 一路上还要带大的 带大的你带吗 我还去跟他吵 也不会让大的小孩 在我肚子上奔来奔去啊 怀着一个八个多的小孩 还要抱一个大的 你听我说的再说好不好 你说完 是小孩要去他妈妈那里 不是我不跟他看 他那时候他自己也晕车嘛 吃完药他就自己 我也也是有一点运气 后来呢 他就鼓得要洗车 那我儿子就说 这个车还有那么远的路程 等一下要到家里再洗嘛 啪就要洗 他跟他吵 就这么一点小事就可以 对啊 一点小些事情就这样吵 就在那里骂 我就叫他不要吵 孩子去的路上 我本来不想回去 我老公再三地 劝我叫我跟他回去 我只是抱怨一下 随便什么时候 在大陆面前 都没跟我儿子布过脸的 过完年正月的时候 我儿子那天晚上 他就去打麻将 孩子就拿着裤子了 他就说 这样说不带人 这就是你养的儿子 我知道姑娘 我又不想跟他这样吵 没有多久他就下来 把那个桌子上的牌 全部削了 当时在一起玩的都有谁啊 爷爷啊 堂哥啊 堂嫂啊 家里家人都在 都是一家人嘛 他们都在那里一起玩嘛 那小孩也自己玩自己的 我老公就还在麻将桌上嘛 我也叫了好多次 他回去他也不回去 你有没有考虑就是 他难得回来一趟 陪一下老人开开心 他之前回去过一趟 还没过年之前 自己一个人回去玩的 玩得很害 对我关机 什么都没顾 那为什么你会选择 在所有家人在的 那天晚上爆发 他太不注重我的感受了 一直以来都不把我当回事 人冷了很久了 所以我就在众人面前 跟他探出我的诉求嘛 他对我太不尊重了嘛 但是第二天晚上 他就去打 一个挺着大肚子的 孙父打成一点钟都不睡觉 你自己想一想 还说我儿子不对 看你们跟我平平这个女孩 那那个大的小孩 是不是一拿尿就有人管 我怎么没管 拿尿不是我上来拿裤子 我拿去跟他换吗 带着小孩在那里玩 小鱼建议连线事件的核心人物 她的丈夫小赵 那么在丈夫的嘴里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这一年来 丈夫态度的转变 与母亲有关吗 小赵 你爱人提出来 想搬出来自己住 对于这个提议 你的态度是什么呀 不不搬 我都说了为了孩子方便吗 我都说我会搬吗 我帮他们住这里 我们搬出去 又要另外跑一趟 是不是 可是他们现在住在一起 矛盾这么多 你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吗 那怎么办 那谁能理解我 你能明白 他为什么会不开心吗 谁也看不惯谁 他的脾气就是 要干嘛就要干嘛 想到要一出说一出 要马上就要答应他 要不然就来吃嘛 之前我觉得没结婚呢 我就就以为他太小了 不懂事 现在孩子那么大了 人也长大了 还是那样子 所以说不定 长期这样 谁有那么多经历啊 是不是 张忠 什么 你对我到底有什么态度啊 还要不要过啊 这是什么问题 我来这里联系你们的时候 他说 他越来越不想跟我过了 他以前也老是动不动就离婚离婚离婚了 我也不是说不该好好过 他长期这样子 每次少是闹草 我都对他说过 他们说话 你不要放在心上就可以了 你老是叫我不要放在心上 偶尔一两句我可以不放在心上 偶尔一两句我可以不放在心上 可是经常时间久了你也冷不了我 你又想想我又冷不冷得了呢 那我们要一直这样分开住吗 我这样子就说根本就不知道家里面的孩子是多少 那时候还不是为了小孩 能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退缩过吗 我想跟你一起好好过你也不允许啊 你那意思就是我不想好好过吗 那你妈能帮你一辈子啊 还是帮你十年二十年啊 你自己想一想 你对两个孩子负了多少责任 你找的钱你一个人用 小孩穿的都是我跟他买红 我儿子跟他买 你的钱你找的钱在哪里去了 我们没有用你过年分钱 也没有看见你又过分钱 搬出去 他又上不了搬 小的又小 还一睡多 怎么睡去 就是如果叫你一个人承受 是承受不了的 或者说太累了是吗 是啊 好 谢谢你小赵 谢谢 事情到这儿真相水落石出 从现实的角度看 这个家不应该分开 但是婆媳矛盾该怎么办 夫妻矛盾又该怎么解决 对此观察团里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声音 小鱼 今天真的是婆婆的错吗 你有没有把你对丈夫 她不够担当的失望 迁怒给了丈夫的妈妈 你的婆婆呢 你有没有把婚姻家庭生活的无力把控 也转嫁给了身边的这个女人呢 其实明白着 婆婆她其实做了很多 也帮了很多 你们买车钱不够 是婆婆出了钱 你们买房 依然是婆婆出了钱 你们自己带不了孩子 因为要上班 还是婆婆出力 然而 我听到的是 她带孩子没有带好啊 她没有尽心啊 你是不是觉得婆婆帮你 是理所应当的 你觉得她帮的是她自己亲生的儿子 她亲生的孙子 可是你不要忘了 你和你的爱人是一个整体 她帮她自己的儿子 也就是帮了你 小鱼 你今天的满腹牢骚 在我看来 我觉得是缺乏感恩之心 你指责 在你八个月怀孕 大肚子的时候 在车上 她不去多一照 多加照顾 可是你明白 晕车的难受吗 你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一切 等到岁月 等到生活告诉你 一个女人有多难的时候 你可能会对婆婆 牺牲同理心 所以 不要着急对婆婆去发火 去指责 而应该牺牲更多的感激 她真的在尽全力 帮助你和你的丈夫 第二 你说你好像没有以前得宠了 你要调整 摆正自己的一个角色 有更多的心力去照顾到他人的感受 从原来游人追 游人疼 游人捧的小姑娘心态 进入到婚后 为人妻 为人母了 依然是小公主的心态 你可能以前 过多地关注了自己的 内在的一些感受 而忽略了身旁其他人 他们也在为难着 他们也在付出着 其实我是支持 你和丈夫搬出来的 但是前提是 你不是赌气 你不是任性 你不是为了和婆婆较劲 而且真正搬出来 正确的做法和姿态是什么 是你要做好充分的吃苦的准备 你不能够再过多地去抱怨指责 而是应该和丈夫一起共同打拼 去积攒更多的一些 比如说经济上的储备 情感上付出 真正的和爱人一起 共同去担当起来 搬出来住和父母分开 我的意见是八个字 不是不分 时候未到 因为你们一家人 都没有做好准备 婆婆这边也没有完全独立 和儿子连线的时候 婆婆这样说了一句话 是否搬出去是你们的事 但是搬出去了 儿子我知道你是会最受累的 我知道孩子到时候 也是你带的最多的 其实这个弦外之音 我们大家都听出来了 妈妈心疼儿子 所以你内心还是放不下的 你始终还是把你的儿子 当作那个没有长大的孩子一样看待 所以买房买车 这些你是倾尽了权利 包括带两个孙子孙女 所以真的婆婆这边 首先也没有做好准备 那第二 小鱼 你觉得真正的独立是什么 独立不等于自立门户 真正的独立 是你具有成人的心智和能力 你说你要离开这个家 要和你的丈夫 去过小家庭的生活 你说这是独立 可是在我看来 这是一种逃避 今天在连线里面 你的丈夫对你有几个评价 说你只会说不会做 动不懂就提离婚 还有说你没长大 带孩子的方式不好等等 孤子也提到 你上班之后几乎是很少来看孩子 没有做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 所以小鱼如果这个小家庭真的要搬离大家庭 要自立门户的话 首先还是真的学会作为一个成人的 有这样的一份心智以及能力 而现在你的能力能做到吗 我个人建议给半年或者一年的过渡期和缓冲期 让一家人都做好真正分离 真正独立 真正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活得都蛮辛苦的 对于带孩子这个方面呢 按照我的理解 对于婆婆这块可能不能指责太多 她没有这份责任 没有这份义务 你会指责婆婆你说这个孩子这样带法是不对的 那如果她在带的过程当中受到了你的指责 她心里确实很难过 但是反过来我觉得 你在这个家也有你的难处 你一个人在面对一家人 你的老公会跟他的妈妈说你的问题 还会跟他的姐姐刚刚已经提到了说你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会在这个家庭里面 就会把你们两个人的矛盾给他放大 我相信当你一个人面对整个一家人的时候 你心里面也是难受的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活得都很辛苦 你们两个人都不太成熟 要想让你们的家庭从长远上变得好 应该分开 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物质上 要一种分离 它才能真正的长大 我想跟婆婆说几句 你给儿子买房子 而且不让他承担这个欠款 我觉得你对这个儿子 其实是用俗话讲挺惯的 挺宠的 所以你儿子真的是 在心理上我个人认为 他没有长大 他实际上他自己真的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他没有办法处理一个家庭的经济问题 没有办法真正跟老婆之间处理关系 更没有办法像一个父亲一样去照顾孩子 所以他很迫切地希望我的妈妈 我的爸爸能帮我分担一些 我真的分担不了 但是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不放手 不放心 他就永远不会长大 你要接受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家如果分开之后 从暂时来说 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但是从长远来说 对我们老两口自己 我们也解脱出来了 他们将来也会成长 只有这样对一个家的长远是有好处的 说到你们两位要不要分开的问题 我的观点 分不分开就不是最重要的 有一些家庭 其实我们也会建议 稍微分开一点 因为有条件 对 其实你也说得挺好 分开也就是不要分得太开 是吧 你也说隔几百米嘛 是不是 这个要求其实不难过 但是我个人会觉得 最好是在关系比较可以的情况下分开 就在你们家这个特殊阶段 需要大家同心协力 在你们家看上去 客观来讲有啃老的 但是这是你们家特殊的困难时期 一种互助的表现 第一 爸爸妈妈是愿意的 乐意的 第二 年轻人并不是躺在那里睡觉的 他们是有实际困难的 第三 父母拿钱出来 不至于对父母的生活 遭受很大影响 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啃老的问题 大家心里面要放松下来 不要互相埋怨在这个问题上 所以你们现在当母知己要明白 第一 所有发生的这些小摩擦 是正常现象 需要更多的和颜悦色 需要更多的新跟新的沟通 要坐下来聊天 这个要长辈带头 是长辈在发生矛盾之后 要来到晚辈的身边 抓住他的手 那晚辈要配合 第二个就是说 小孩怎么带 商量 多说感谢 有什么问题摆开他 小赵在中间起到协调作用 要互相配合 再是过一段 那小孩稍微大一点 再做安排 因为这是特殊阶段 调解员胡建云也认为 在现阶段分开并不可取 目前这个家庭 急待解决的是小鱼和小赵的夫妻关系 一进密室 小鱼就告诉李凡 此前她对婆婆的种种不满 说到底 还是源于丈夫对她的态度 我老公再多给我一点关爱 我就能笼入那个家庭 我也感受到 其实你对这个家是非常在乎的 你并不是说 你真的要离开这个大家庭 真的要搬出去 就是说你现在内心感受不到 丈夫对你的这种理解和关爱 对吗 对啊 他今天虽然没有来 但是首先他也同意连线了 并且他支持你们来 我们进来调解 说明第一是对我们节目的信任 第二他还是希望能够解决问题 李凡鼓励小鱼 学会换位思考 设身处地的理解丈夫 对他来说 经济方面的这种压力 导致了他内心的一种压力 所以他对你 就丈夫对你的 有一些话语的一些指责 他未必是真的是指向你 他可能就像你一样 也会有一种情绪的宣泄 你就是用了两种极端的方式 要么和以前一样压抑在心里面 要么就是这样噼里啪啦的 什么话都说 这样说出来 你为什么不综合一下 用一种比较平静的理智的 尽量智慧一点的方法去沟通 对于李凡的建议 小鱼听得很认真 他表示愿意从改变自我开始 逐步缓和夫妻关系 随即李凡来到婆婆身边 他开导邹女士 在儿子儿媳中间坐好桥梁 他虽然是两个孩子母亲了 但是他毕竟只有25岁 所以说 在他和您儿子发生争执矛盾的时候 你帮着媳妇说几话 比如说阿咱不要这样跟您老婆说 你老婆很辛苦 那你儿媳妇心里会非常的感动 因为她是一个外来的媳妇 她的爸爸妈妈不在身边 所以有的时候 你这样多说一两句话 对于她来说 真的就是非常暖心 非常恩心 与此同时 五蕴告诉小鱼 婆媳矛盾的缓和 是改善夫妻关系的另一大突破口 学会接纳婆婆 她真的付出了很多 她真的帮了你们很多 全我作业者都是她 做什么我吃什么我吃 做好大一盘 把我养了一百四一盘 那你看这里面 其实还是有爱的 对不对 提到婆婆对自己的好 小鱼竟有些不好意思 一直以来 婆媳之间缺少的 正是把对方的好 说出来的勇气 经过密室调解 小鱼能够化解 跟婆婆的心结吗 走出密室 谁会率先迈出 走进彼此的第一步呢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 金牌调解 我们的节目正在 手机江西台同步播出 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收看 金牌调解 密室结束 现在是什么样的 我之前对于他们的好 没有表现出来 只是着急地 把他们的一点 小矛盾表现出来 所以引起了婆媳关系 在这里我跟妈说 对不起 我应该也要把你 对我的好 跟你说出来 我不应该告诉你 只要你们两个不吵架 其实我挺喜欢你的 我心目中 你是很好的一个女孩 就是你脾气就是太爆炒了一点 我有时候心情不好 回来有时候 我说的不好听的话 以前你原谅我 你们就是一家人的 是不是 明天带你在附近 撞一下我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走出去 他们都说 是我的女儿 他们都这样说 我心里非常高兴 我儿子娶了她 是她的夫妻 我也挺爱她的 我们一家人都挺爱她 就是我 我有时候表达不出来 但是她的好 我还是记在心里的 那你回去跟儿子多同好 我儿子 我对她老是发脾气 她也不对的 我知道她也不对的 家里面人嘛 大家都有点脾气 就是脾气 你不要记到心里 但是小鱼有时候 她不听 你就等她高兴的时候 慢慢地说她 是吧 谢谢哥老师 幸福开心 幸福了 调解的最后 小鱼向婆婆真诚地表达 歉意和感恩 婆婆也大度地回应小鱼 婆媳二人拥抱的画面 甚深暖心 对25岁的小鱼来说 成长还需要时间 相信小鱼 在退去孩子气和任性之后 会成长为一个 知冷知热的好妻子 孝顺乖巧的好儿媳 同时我们也期待小赵 在婆媳之间 搭建起沟通的桥梁 让妻子舒心 让父母放心